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我每天兩次要到歐洲 去看最新的這些面料 这个时候都出不去了 只能去乡下老家走走 所以灵感也就这样子产生 我们的老家那个玻璃窗很可爱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有一些 很特别独一无二的东西 我们怎么样把它发扬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